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方一度警告在场人士非法集结 有参加者说即使没有不反对通知书 都要出来抗议警察濫捕 毫不害怕 如果我们一怕就输了 如果香港人说每次都要批的才走出来 那就死了 我很多次都有 他不批也是这样走出来 有什么问题 我又没有做什么 在梭士巴利花园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下午三点半左右 有人走出梭士巴利道马路 防暴警察在尼敦道捉起防线 先后举起南旗和黑旗 另一批防暴警察 在梭士巴利道马路布防 之后几名警察走向梭士巴利花园路边 试图驱散在场人士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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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和警方发生冲突 用雨傘、雜物等襲击警员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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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私放催吊弹 别打 别打 多人不识 需要在旁人士协助 警方之后再私放多枚催吊弹 别打 人群四山 防暴警察员梭士巴利道 向七行道南推進 再發射一輪吹雷彈 部分人向尖峰方向逃跑 一批示威者之後 在梭士巴利道對開一個商場 用活動鐵閘倒路 之後跑入梭士巴利花園逃去 其後警方在梭士巴利花園裏 施放催淚彈 NowTV記者何凱琳報導 防暴警察在尖峰咀作出驅散後 示威者散到其他地方 部分人曾經在旺角設置路障 警員趕到拘捕多個人 幾十名示威者沿著摩地道 經加市居道等走到旺角 在牙界路街交界打開遮陣 又拆除欄杆堵塞道路 多部警車突然由洗衣街洗出 示威者即時奔跑 多名防暴警員落車追捷 有警員用警棍制服示威者 部分人被禁在地上 警員用索帶反綁示威者雙手 然後逐一帶上警車 有示威者上車時高叫自己的名字 但警員隨即大叫 另外亦有示威者沿梭士巴利道 暴行至紅磡碼頭一帶聚集 之後前往黃埔花園 打爛星巴克咖啡店的招牌 警察趕到追到家圍村 但未有逐出拘捕 而在尖沙咀一帶 大批警員繼續折查在場人士 搜查他們的隨身物品 其間警員亦都拘捕多個人 警方之後就在尖沙咀一帶的 李敦道重慶大廈附近 一直都戒備住的 我們記者洪永森都在那邊 看著情況 洪永森 現在那邊似乎警員已經撤退了 但又有很多人走回馬路 對 Sam 其實剛才在十分鐘之前 警方一直沿著重慶大廈 向著摩地道的方向 其實已經撤退了 其實警方和市民 一直在馬路上對視 其實都已經有超過一個小時 但途中其實都只是叫口號 不要發生一些明顯的衝突 警方都曾經舉過藍旗和黑旗 但現在當他們的警方撤退了之後 其實大批市民就隨即再走出來 可以見到的就是前面 其實有一些巴士都是被市民 馬小一姐封鎖住了 也都是現在的馬路封鎖住了 是沒有辦法衝車 另外現場消息的話 其實水炮車是向著這個方向 來緊 但是暫時看到市民仍然是 站在馬路上面的聲音 好 麻煩你繼續幫我們跟進尖沙咀的情況 先看看其他消息 香港眾志黃之鋒再回應選舉主任的提問 表明港獨不可以是自決的選項 是他第一次明確表態 廖康瑜報導 由報名參選 至今超過三個星期 黃之鋒仍然未獲確認入閘 選舉主任換人之後 再問黃之鋒 是否同意港獨不可以作為自決的選項 黃之鋒最新的回應說 在中央政府對香港公有主權的前提之下 港獨並不可以成為可接納的選項 是黃之鋒三度被查詢以來 第一次明確表態 我從來沒有改變我的政治主張 改變的只是政治審查的形勢 選舉主任問什麼我就答什麼 而其實我在第二輪的回復 都已經畫公仔畫出搶了 他想我回復多多少次呢 其實這樣無限期的押後拖延 然後又有新聞報道要回復 那麼這個回復豈不是沒完沒了 選舉主任馬周佩芬因病告假之前 曾經兩度問相似的問題 黃之鋒當時都只是說 自決的選項要有民意基礎 政府星期四會就候選人名單刊獻 選舉主任需要在這一天之前 決定黃之鋒的提名是否有效 同樣已經報名參選可而西的 包括民主派的林浩波 以及新民黨的陳嘉佩 兩人的提名都已經獲得確認 NOW TV記者 廖康宇報導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本港經濟已經步入技術性衰退 不排除全年經濟會出現負增長 黃遠程報導 陳茂波指本港經濟受全方位打擊 預料本港商品出口案貨量計算 第三季跌幅超過7% 是近10年最大的單季跌幅 旅遊業方面 訪港旅客人次10月頭半個月下跌近五成 部分受示威活動影響的酒店入住率低得驚人 業界表示打擊是沙士以來最嚴重 零售方面有商鋪在過去幾個月 經常被迫休業半天甚至一天 中小企信心指數反映企業對前景悲觀 政府推出撐企業、補救業等的支援措施 或者透過支援旅行社營運 只能夠稍為減輕業界和市民壓力 要真正治本 各界需要齊心制止暴力 制止對目標相互的破壞 拒絕攬炒的執念 透過理性對話創造空間 社會經濟先有喘息療傷 重新上路的機會 NOW TV記者黃遠晴報導 國際方面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為本港時間 今晚有重大宣佈 特朗普在社交網站貼文 表示有大事發生 但沒有披露到詳情 白宮就宣佈 特朗普將為本港時間 今晚九點鐘有重大公佈 未知特朗普的公佈 是否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領袖 巴格達迪有關 有美國官員透露 美官星期六晚上 在敘利亞西北部的伊德利布省 採取針對巴格達迪的突擊行動 美國有線新聞報導 巴格達迪可能引爆身上的炸彈背心身亡 而路透社就報導 伊朗獲知會 巴格達迪已經死亡 有關方面正透過DNA確認身份 伊拉克的反政府示威仍然未平息 反恐部隊出動 保護首都的重要政府建築物 消息指總理馬克迪下令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結束示威 新一輪全國反政府示威 已造成最少63人死亡 超過2500人受傷 其中在南部的巴士拉 保安部隊除了施放催淚氣體 亦都向天發射實彈 驅散示威者 首都巴格達有人衝擊政府機構 和外國使館所在的陸區 反恐部隊發表聲明 表示已經派出成員 去到巴格達部分地區 保護重要家政府機構 以免不守法的人 趁保安部隊應付示威者時 進行破壞 有保安消息指 總理馬克迪下令反恐部隊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結束示威 伊拉克的民眾 月初曾經上街抗議政府腐敗 和失業率高企 連同最新這輪示威 已有超過220人死亡 下一次還有其他消息 即場交換計劃 分享師應該沒有難度了 很多設計師都知道 日本的賣相提供 人家的工作一定是絕世信工 在一所很天氣的鄉村學校 做下去才知道 自己早以身材複造 有些人很有興趣做生物 但他們知道這樣做是找不到吃 即時交換 今晚8點,肥仔TV 春天潮濕,好傷筋骨 夏天多活動,肌肉易酸痛 秋天燈糕很容易跌倒 冬天燒雞翼分分足 對 嶺南萬應指動高 他最好,我說的 外賣是這樣點的 用foodpanda一個手機app 享受5000間餐廳 最快25分鐘送到 點外賣當然是foodpanda 現在最低消費和運費低至0元 傳單再減15元 找銀行做樓案 不知道能否批到 來香港信貸 無需任何繁複文件 最快15分鐘批核 任何物業貸款額高達八成 樓案成就相機,香港信貸 香港信貸除了樓案 還有私人貸款 巨屋公屋,私人貸款 中小企貸款 任何資金需要 香港信貸,一定能幫到你 中國借錢當然要還 別給錢中介 即是認識了三個月就結婚嗎 沒錯 但要移民就不能不說金 租還是買的 小弟就10年前買了這個 7000萬日圓 即是現在的500萬日圓 其他錢還是要供35年 很感謝我老婆佔了大部分 最重要的是找一般的好老婆 港男一罪手冊 今晚10時半,ViuTV 回來新聞時間 美國科技巨馬未遠 贏得美國國防部巨額的 雲端電腦運算合約 爆冷擊敗原本是大熱的另一間巨企亞馬遜 外界質疑總統特朗普 曾經在輪選過程施壓 但國防部否認 臨遠文報道 接著美軍科技現代化的企業防務聯合基礎設施合約 為期10年高達100億美元 涉及儲存海量的敏感軍事資料 以及向軍方提供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技術 最終微遠擊敗一眾對手獲批合約 美遠感謝國防部的決定 期待擴大與國防部的合作 今次的合約爭奪戰 在市場佔有率高達4.7%的 亞馬遜雲端運算服務AWS 原本是中標大熱 但淪漫一腳就輸給美遠 亞馬遜發表聲明說覺得驚訝 說公司是雲端運算的領袖 如果純粹比較標書的條款 明顯會有不同的結果 只在考慮上訴 自己都引發外界關注 總統特朗普是否干預輪選過程 投票過程去年年初開始 去到今年年中傳出 國防部傾向將合約批給亞馬遜 惹來不滿的聲音 之後特朗普公開表示 就事件收到大量投訴 華府會仔細審視 國防部隨後決定推遲宣佈中標者 特朗普過去多次批評亞馬遜行政總裁貝索斯 和貝索斯持有的華盛頓郵報 指報將報導假新聞 和為亞馬遜做稅客 前國防部長馬遜斯的演講站稿員 也都在他自己一本書透露 特朗普去年夏天曾經要求馬遜斯 將亞馬遜踢出局 但馬遜斯拒絕 面對輪選不公的指控 國防部說所有報價都獲得公平對待 評審過程亦都跟足指引 NOW TV記者林宇文報導 英國警方繼續調查貨櫃車屍體發現案 正是加緊核實39名死者的身份 名者起訴25歲的貨車司機 39項誤殺等的罪名 目前已經有5個人涉案被捕 蘇海營報導 39名死者的遺體已經移送到臉房 警方會從指紋、紋身和巴痕等方面 核實他們的身份 警方說將會聚焦越南人社群 英國《太陽報》的報導說 死者當中有多達25人 是來自越南北部二安散安成縣 包括逆陰叫做遠亭良的20歲男子 他的爸爸說 兒子去年開始在法國非法居留 兩個星期前告訴他 計劃用11000英鎊前往英國 他之後接獲越南籍中間人的電話 說發生了意外 他相信兒子已經遇難 據報偷渡集團成員 曾去到二安縣退錢被家屬 對於有家屬聲稱 事件涉及超過100名非法入境者 他們分別藏身在三個貨櫃 今次發現39具屍體的貨櫃是其中之一 途中行程有延誤 其餘兩輛相信已經去到終點 但不清楚確實的目的地 英國警方沒有回應 警方目前已起訴案中最先被捕的 25歲貨櫃車司機魯斌信 控告他39項誤殺 和全謀反運人口等罪名 星期一提堂 同案涉嫌全謀反運人口和 各位,我們看看尖沙咀彌敦道的現場 剛剛有警方的水炮車來到這裡 已經開過水炮了 剛才畫面看到是向天開的 沒有顏色的水炮 現在警方的裝甲車連同水炮車 一直沿著彌敦道推進 剛才大概是十多分鐘前 我們記者也跟大家跟進過 其實現場還有不少人 集結在彌敦道的馬路上 其實警方整個下午 都在重慶大廈對出 戒備了好一段時間 到6時打後 沿著摩地道那邊撤退後 又再有大批市民聚集在馬路上 聯絡我們記者洪永森 洪永森剛才警方發射過水炮 但看到其實不少人已經上馬路 現場還有沒有示威者 在馬路上有倒路的情況 對,現場其實可以看到 示威者已經不在馬路上 其實剛才向著摩地道 發射過一輪的水炮車 當時的確有些示威者在裡面 當水炮車過後 其實他們已經離開了馬路 已經上了行日路 但可以看到現在兩邊 仍然有少量的示威者在這裡 而警方其實他們放射完水炮車之後 原本在馬路上的行步 已經全部離開了 Sam 我們現在看到後面 除了裝甲車之外 後面也有好幾輛 警方的運輪車 也在後面跟隨著 至少有10輛車 沿著彌敦道一路走 雄永森,警方剛才發射水炮的時候 有沒有示威者或途人被水炮擊倒 對,Sam 其實剛才發射水炮的街道 其實也比較窄 其實也看到有人被遷中 但他發射的時候 其實很快的人已經立即噴後 很快就在原住內街離開了 其實可以看到他也不是發射太多次 即是發射了兩次的水炮 然後示威者他們已經立即離開了 另外他發射的也不是顏色水劑 而是一些沒有顏色的水 麻煩你繼續跟進尖沙咀的情況 好,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